好,大家好,焦點視頻 徐凱良機緣巧合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我們的徐凱良師傅 好,大家好 師傅,上一集結尾的時候 我就講過 今集我就想請教你 關於染眼法 因為上一集 我說結界 有些東西 你要有些機緣巧合 你才可以看到 染眼法是否真的 像周星馳看那部電影一樣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這樣就可以了 OK,講講染眼法 其實染眼法 本身來說 我們其中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用來走路用 用來走的時間 讓別人找不到你的時候用 好像 我假設有一次分享一下 一些個案 我曾經在網台上分享過 我去印尼解降頭 這個比較深刻一點 當時我去印尼的時候 我去印尼的時候 我接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說 有個人撞了邪 被人下降頭 當時的我帶著我媽媽去那個地方 在香港出發的時候 在我的行李箱裡 我準備了一瓶珠沙 還有一瓶墨水 還有一些扶子 我們就在香港 拖著行李箱 因為我媽媽懂得說那邊的話 所以我就過去了 當在香港的機場的時候 所有行李都沒有問題 過到的 但是去到印尼的地方 的時間 臨上機之前 登機 已經check in 入閘了 的時間 聽到那個麥克風 就大聲地叫我的名字 告訴我 請你去到第幾號櫃台 你的行李有些問題 所以你無法登機 這樣 當時的我呢 我媽媽就很緊張 就問一問 她就說發生什麼事 我下意識就想到 應該九成九都是那些 珠沙整瓶 當時那些珠沙 不是用那些什麼特別器皿 裝 只是用一些抗泉水瓶 就裝 不知以為整瓶都是血 然後另外一瓶 整瓶都是墨水 然後我上車的時候 就跟我媽媽說了一句 我說你放心 我們有些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稍後 是沒事的 那我就用結界 我用染眼髮的東西 我就在當刻做了 做了的時間 在這輛車的時候 行駛的過程中 我們做了 我媽媽就問我 你做什麼 我說沒有什麼 那你放心 這樣 好了 當我由機場二的機場 坐車到機場一的時候 一落地的時候 在機場一的地方 我們就去到一次過 就見到六個機場保安 那當時我們 我就用 因為由於用了一些 染眼髮的東西 那我就很清晰地見到 那六個機場保安 那面是綠色的 對 就青了 那你就知道自己有了 那我就知道 他應該中了東西了 是 那青了 然後我走過去跟他說 我說有什麼事 他就告訴我 沒事的了 因為他們用英文 Sorry Sir 按Hit 沒事了 這樣 走了走了 然後我就笑笑口地說 我說是 那麼奇怪 特地叫我們下機 下完機之後 就特地叫我過來 說我行李有事 現在又說我行李沒有事了 這樣 那其實我心裏面 就炸傻白糞 怎會不知道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說 我們現在坐車 回到那邊 去二號登機閘那裡 我們上飛機了 那麼 上飛機的時間 我就上去上面 那當我坐飛機的時間 但是由於我們的貨件 因為我們只有15分鐘登機 那麼貨件就變成了 第二輪飛機到 那第二輪飛機到的時間 我一樣都可以拿得到 那所以呢 所以 染眼法有時候 用在一些危急的情況下 也有所幫助的 那麼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有些不應該說的 不過既然在觀眾鏡頭 說多兩句 那麼有些染眼法 可能就是 有時候 那部車 我們拍開拍賣 那麼我們要走一走開 這樣 拍在一些大路上 那麼我們在車上 下了一些染眼法 你看不到的車 那麼就有機會 人家抄不到牌 那麼 那麼 但是我們不是常用 因為真的有些急時 急難的時候 急我們才用 因為呢 如果貿貿然去運用的 那麼 一會兒就 怕影響了社會的秩序 那所以呢 知法就不能夠犯法的 是的 知法呢 都要守法的 嗯 OK 但是師傅 我想請教 既然 這個染眼法 都 都這麼好用 是吧 有些事情都解決了 那有沒有試過 或者會不會 就是 都有一個風險 就是 如果萬一我用完之後 我大安子 應該都沒有問題的了 一定原來結果 如果對方會破法的 那我就糟糕 試過了 我也有經驗試過了 那麼 曾經 有 一個朋友 他就給一間 應該這麼說 他們有些金錢糾紛 嗯 而那個人呢 就找了一些坊間的收數公司 就去他公司收數 但是實際上呢 因為大家都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實質證據 但是 人家又不知道 是否因為花了些錢呢 就 就令到那幫收數的人呢 就去了他公司那裏呢 就搞搞了 那麼 在那個過程裏面呢 由於我們有責任呢 就是保護回 那個 問你 找你求助的人 那麼 我們就去做了 那麼 當我去做的時間 我下了一些染眼法呢 按道理上 他應該看不到的 應該不會上來的 又確實 真的有一段時間呢 他沒有上來的 那麼 怎麼知道呢 突然之間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奇怪 為什麼突然之間 又會有人上來呢 那麼問題來了 原來呢 在那個過程裏面呢 我經過我問回師公 我們的祖師爺 師公 的時間確認 就知道呢 原來呢 他們這幫人裏面 有人學過茅山的 學過一些其他法媒的東西 然後呢 而他們這幫人裏面呢 也有這些師傅在後面幫忙 那麼 久而久之呢 就變成整件事情 就變成好像師傅和師傅之間 大家有對決了 我明明就遮住了你 你又幫我撥花開它 然後撥花開它 我又再遮住你 你又幫我撥花開它 然後我又再遮住你 那如是者 那不是一個長久之法 來的嘛 生意的角度 就是但求和氣身材 是吧 是吧 是 就不希望大家互相較量 是吧 那所以呢 我相信那一刻呢 我也沒有受傷 那師傅也沒有受傷 因為我們大家 只是大家遮來遮去 這樣 是吧 就沒有做些什麼特別的 過份的事情 是吧 因為我們大家都明白一件事 他們是求氣而已 是吧 他們是希望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 在另外一個角度 去順水推招幫幫他們 嗯 那所以 你說被他破解都會怎樣 破解到的話 你就要視乎那個師傅道行 有些師傅的 他可能呢 幫你破解他之後 順帶後面放個山頭炸彈給你 都可以 是 那炸到你雞飛狗走 那有些師傅就純粹 撥開了他就算了 就不搞那麼多事情的 那就要視乎那個師傅的個人操守 那而 你說去到現實的世界 或者去到現在社會裏面 多不多這些東西的存在 我可以這樣說 絕對很多 是你們可能不為意 也都沒有特別察覺的東西 嗯 就是假設 為什麼這個人 他們會買的 大家都在買同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他特別旺些 為什麼他特別沒有那麼旺 嗯 是吧 是不是難得他真的個人的人運那麼硬 嗯 我相信有很多東西 是殷時地利人和各方面配合的 嗯 那麼缺一都不好 嗯 這樣吧 OK 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呢 差不多了 下一集呢 我想請教一下 徐開良師傅呢 一些原 一些靈異的問題 好嗎 好了 下一集我們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